-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8日 我们进行均文导读 首先就是 因为我不是民进党的 虽然我常常会因为台湾意识投给民进党 但是假如民进党推的人不是很好的话 我也不会投给他 所以像 在左营男子的这个区域 像我就会支持郭喜博士 可是在台北的港湖地区 我就会支持吴辛黛医师 有关他从政之路 这个影片我昨天看了以后 其实也蛮感动的 因为身为一个外省家庭 他会走向更激进的台湾激进党 表示中间的转折 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而且他又是一个心脏外科的医师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在医院服务过 那也是我退伍之后一个因缘际会 所以我在过去疫情这几年刚好我都在医院 我担任最高的行政主管 刚好可以贡献我的能力 我们也守护了一个区域的医疗安全 所以这是我蛮引以为傲的一个人生经历 所以我对于各科的医师 他们的许多的训练 培养的过程还蛮清楚的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女性 大家发现柯P对于女生不是很尊重 那所以可以让一个心脏外科的医师 毅然决然走向从政之路 一定有他的原因 所以我只是表达我的立场 因为这几天很多柯粉来这边留言 其实就像谢金河先生讲的 现在最反对柯P的人 都是当年最支持他的 这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那港湖另外一位唱歌很难听的那位 现在会有这样的局面 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因为他很喜欢有柯P的票 所以凡事必有因嘛 最近陆军的584旅 他们的联兵营 执行了一个长距离的战备征询 其实我蛮肯定陆军他们 这几年都进行相关的这种实战的联训 车辆一定要开出去 人员一定要到限定 所以慢慢的我们会看到 国军很多单位他们进训 屏东的三军联训基地 进行演习或实弹射击 以前他们都用拖板车版运 现在他们几乎都是机动过去 机动过去就是自己开车 开着他们的装备 战车或装甲车 还有其他的轮行车辆 整个旅机动过去 这样才是对的 这样他才能培养出他的手感 人车一体嘛 卫福部考虑开放新增三类的对象 就是有关这个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 纳入了代理孕母 这在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就一个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法律关系的人来讲 虽然我们已经允许同婚 可是对于他们假如要生殖下一代 我对于同婚的看法其实是开放的 虽然我在这部分也算保守的 可是其实我们都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的性向跟我们不一样 那基本上我们都尊重他 就像连我在军校 我的同学里面都有好几位 他们有不一样的性向 可是平时大家相处也都没有问题 可是他们喜欢的对象是同性的 这个就是上天的安排 所以人类的世界它本身就多元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也很珍惜这些同学的感情 结果发生过一件事 就是我军校同学的群族里面 有一些宗教执念很强烈的同学 曾经在同学的群族里面批评同婚 那我们有几位就留言说 你对于同婚的批评这么严厉 可是你如何面对我们这几位 比较特殊的同学 我们大家私交都非常的好 那些批评的同学就安静了 因为他这时候才发现 他的上帝或者是他的宗教 对于这部分给他的价值观 其实直接伤害了他跟一些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 而这些人他本身没有犯什么错误 那我们也尊重他的性向 所以这就是人类的社会的多元性 另外在妇产科的临床上 也常发现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他因为先天或后天 甚至是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努力 所以他错过了他生育的时机点 导致他最后希望生育的时候 他无法顺利能够如愿 所以衍生出来他们需要有下一代的时候 那就会有代理孕母这个问题的出现 那这部分需要法律的规范 因为之前法律没有允许 不代表他不存在 因为很多人他就要出国去美国 去乌克兰 因为我之前在的那一家医疗机构 他在人工生殖部分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对于这部分 其实一直是有很多人在询问 可是台湾的法规是不允许的 所以当然有其他的 像柯P他有提出这个论点 很多人因为这个而要投他 那卫福部现在把这一项解开来 所以这有点像拆炸弹 加速了我们对于这部分的前进 因为很多从政的人 他们其实很怕做了这个动作 他就流失了某一部分的选票 他们很怕做了这个决策之后 偏保守的那个光谱 他的选民他就流失了 可是当敌对的阵营提出来的时候 就会加速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所以台湾其实有好几次 很多重大的政策 也都是在选举的时候 被大家加速的理解接受 而成为我们的法律 所以不要说拿着相对败 应该说这个时机成熟了 有更多的人都已经可以接受了 所以也请柯粉们 不要因为这个议题 你说只有他接受 我知道侯振营也有提出这项政策 那当大家都提出来的时候 那他们就没有独特性了 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初心 到底哪一个国家领导人 哪一位适合当总统 目前看起来 猴跟柯都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素养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 进入肉搏战的阶段 其实大家可以看 哈马斯的地道 并不是非常的简易 你看他这个还有一个拱形的水泥的 这种组合式的结构 所以以色列已经有点像 那时候美国在越南打地道战的阶段 所以接下来的伤亡应该会增加 日本对于武器出口会再更放松 不过跟台湾比较没有关系的项目 就是防空飞弹 因为我们防空飞弹比日本还要完整 我们的防空火王相较于日本 我们是规划的更严密 我们唯一缺的就是最底层的 像三五快炮这一类的 日本的在火炮类的部分 因为它的取得比我们方便 在欧洲的产品 三五快炮我们的数量太少 而且是固定式的 可是它其实同时也有允许其他的东西 所以像舰艇这些巡逻机 这些其实他们有列入讨论 我们可以再观察这一段 乌克兰训练F-16的飞行员 即将会有第二个地方 之前乌克兰训练F-16的场地是在美国 那现在在欧洲的罗马尼亚 开辟了第二个训练中心 本身罗马尼亚它新成立的F-16欧洲训练中心 是让北约盟国跟乌克兰的飞行员可以就近来训练 那目前取得的飞机主要就是丹麦跟荷兰 这两国他们所替换下来的F-16 AM跟BM 就是AB型的升级版 不过它的升级版并不是我们这个F-16 V的升级版 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取得F-16之后 那时候的那个版本 我们取得的F-16的时候 他们已经取得了快20年了 所以当时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升级 所以他们的升级版是我们之前没有升级的那个版本 所以给大家补充一下 乌克兰其实他们内政也有一点状况 所以可能要再观察 军事上可能要加速 这几天中国他们也逐渐的放缓 侵扰台湾空域的架次 兼轰7它不是一个很好的飞机 不过它是目前他们对地打击的主力之一 这有空我们再来聊 等到我们认识敌人系列 现在着重在海军 在过一阵子海军结束之后 像潜舰已经快要结束了 我们就会聊解放军的空军 然后它的机队非常的复杂庞大 英国跟日本要进行警戒岛屿的操演 这个是PAA的协定 那值得关注的其实是他们的全球空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他们要共同研发第六代的战机 所以他们跳过第五代战机 也不能说跳过第五代啦 因为日本有研发第五代战机就是新神 只是没有投产 因为他直接跟美国买F35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英国日本意大利 他们这个全球空战计划是蛮值得关注的 美国有宣布他中东的四个目标 为什么要提这种原则性的东西 因为这个四个目标 第一个是保护这个地区的美国公民跟美军 第二是以色列抵御哈马斯进一步的恐怖攻击 而且美国会继续提供需要的安全援助 第三个是跟以色列协调确保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人质 包括了美国公民 第四个是加强整个区域的武力态势 阻止任何国家非国家行为者 让危机升级到加萨以外的地区 就是美国在限缩以哈战争它的影响范围 前几天被乌克兰巡弋飞弹 袭击的俄罗斯的护卫舰 就是我说它这个700吨级800吨级的这个护卫舰 它的受损情形 看起来这个上层构造物后半段 这一段应该都毁了 所以这个22800型的护卫舰 它这个排水量不大 而且这一艘船还没有下水 本来俄罗斯可能想这个造船厂 并没有在乌克兰的攻击范围 结果没想到还是被打到 看来黑海舰队又要再往后再挪了一下 这一则新闻很多人都有关注到 就是防卫省 日本的防卫省 他们有计算山东号 中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 它在这一次航行的过程里面 它出行了架次 我们的计算方式其实是有一个规则 就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会算它平均每日可以出动几个架次 而且它有带了多少舰载机 而且我们一般会先看定义机 就是战斗机的出勤架次 因为直升机它是搭配它战斗机的出勤架次 还有当然直升机有负责返潜 那这样子再算有机会我会把它再认识敌人 有关航空母舰的那个系列里面 会再分析给大家 美国陆战队验证无人车队 大家对于这个后勤之重 希望能够让它无人化 美军的速度算是快 所以他们有在测试无人载具 不过大家不要开心的太快 就是大部分还是遥控 它有部分的可以由AI来控制没错 不过还是以人为的控制为优先 那当然它这中间有测试全自动 还蛮复杂 你就想它要发展军规的自驾车嘛 接下来这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拜席会 他们会在APEC的这部分来会面 那这一件事情 每次只要中美两国的最高层 在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 因为都会先关心会不会再签新的公报 还是齐心的声明 这对台湾的影响都很大 上一次军文导读我们有讲到这个浮空器 这个气球的部署 后来在首播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朋友问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简单的回应一下 就是这一类的气球啊 它的尺寸影响非常大 就是它上面可以带多少的电子器材 包括雷达 那雷达你想要让它看得越远 它的体积重量就会越大 所以浮空器的大小会影响它带的 这个雷达的功能功率 所以越大那它就看得越远嘛 那目前这个 攜带的装备都是可以看到对空对海都可以 这一类的气球跟第一次世界大战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气球不一样 很多人都以为这一类气球像诺曼蒂登陆 它有这么多气球 它这种是防空气球 就是绑了很多气球在他们的阵地 然后让敌人没有办法低空进行 就是干扰飞机前进的方向 那飞机要避开这些气球 它就有可能进入他们布置的防空火网里面 所以这是最大的差异 现在部署的浮空气球 它属于侦察的装备 因为它制空时间很长 所以像目前那天提到的两种规格 比较小的M28 它可以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就最少有14天了 比较大的M71这个尺寸它可以滞留一个月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一直派无人机或者预警机 到空中去执行任务 我们只要重点式的就可以了 就是平时我们就可以放出这个浮空气 它就在监视我们所要的区域了 其实我们不会每天都派预警机上去 我们都是有需要的时候 加强战备的时候他们才升空 平常这只有训练 因为它非常的贵 操作成本很高 而且要维持那个妥善率啊 又非常的困难 各国都一样 所以预警机 它的维修成本非常的高 所以浮空气是可以分担他们的loading 他们的负担 非常好的一项装备 所以现在到APEC举行完的这个期间 双方一定会在台湾的周边进行飞机军舰 这些的航行 所以他们已经在下棋了 那我们呢就是也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大鹏部长果然是过去这8年啦 最受大家支持的国防部长 不要说这8年 甚至应该过去16年来 最受民间肯定的部长 所以他讲一无一是否上战场 他讲假如发生战争 只要是军人都要上啊 这也是我们一贯的立场 这一天民进党 当然他在酝酿他的不分区啦 不过很多人就留言给我说 瑞莎又不行 然后那个卢彦勋也不拒绝啊 那我要表达的是说 这个是民进党他们的筛选标准 相较于柯批他们民众党 民众堂他们的筛选标准 这个就是天地天壤之别啊 所以瑞莎他的问题是他2019年 他才取得台湾籍 他要10年之后才能候选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个党 对于他们的不分区 他们的人选的选择方式 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所以并不是说到时候真的会有 谁出来或怎么样 这是目前大家都还在筛选阶段啊 民众堂也说他们现在还在选而已嘛 光选的标准就差这么多了 那你觉得最后的结果会差多多 对不对 当然更多啊 所以以卢彦勋来讲 当然个人的意愿最重要啊 对不对 所以赖富也是说尊重个人的人生规划 不过这个就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陆委会已经针对中国籍的新住民 他们假如要候选的话 要如何抛弃中国籍 就是当选之后 他候选没有问题哦 可是他假如当选真的进入不分区 变成不分区的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就必须自己拿出来 他的抛弃证明 那这个抛弃证明呢 要中国的公安部核发的证明 陆委会已经有官方说法了 所以民众堂自己要听清楚 不要说人家没有讲 我一看就知道 他是身经百战的人啊 大家要小心 我们并没有反对新住民 我们是反对有问题的人 其实现在大家都看得出来 我本身他能力 跟他的个人魅力都有问题 所以其实他没有猴粉 他只有国民党的基本盘 所以赖富也很精准的找了姚立明老师 所以我们也是乐观其成 反正我也不是民进党 我也是在看戏 上报这一篇投书啊 这个专栏我非常有感 就是我们欢迎的朋友 就是像傅查这一类的好朋友 他认同我们的价值 我们也都支持他 其实徐春英 因为你有种你就谴责啊 声援复查啊 可是他完全不敢提复查两个字 他一直讲那个那个 那我们就看破你了啊 你的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希望复查早一点能够 回来台湾 现在台湾是他的家 也只有我们大家可以帮他 美国把台湾列入汇率操纵 观察名单 这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长期以来台湾为了稳定物价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啊 其实央行都有进场操作 可是他有一个不能名讲的很多潜规则 避免台湾被列入真正的操纵汇率名单 像这一次2023年6月的四个季度的报告里面就是台湾 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被列入观察名单 那因为我们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国家 所以大家不要有人在炒作这个议题的时候就说 我们不应该操作 其实他为了要我们国内物价稳定 他就必须要进行一个稳定的操作 央行的解释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们不只要关心政治 我们更要关心财经 不然我们没有国防预算可以来充足我们的军备 还有支持我们的作业维持 就是让军队可以正常的运作 又有人在打这个议题 就美国有军售延迟交运 那我们要讲说我们跟美国的军售FMS 他是属于安援合作 他并不是我们的下包商 他是我们委托美国政府去帮我们买 所以是我们跟美国政府签约 美国政府再去跟他的厂商签约 所以他是一个安援合作 他不是商业合约 所以他不会有罚款 所以一直有人在打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立法委员啊 素养真的很差 每次都有那个立法委员在 直询这件事情 因为军备啊 所有的军事装备 他里面太多零件啊 要来自世界各地 所以他有很多的采购上的特殊性 那这一天有开始 有蓝营的县市在操作这个议题 就是鱼叉飞弹的营区 像现在是云林 其实鱼叉飞弹他是机动发射车 所以啊 他不是在他营区要发射 他们是他们会离开营区 四处机动 有他们随时可以合适的发射地点 他就占领阵地 就可以机动发射了 鱼叉飞弹跟一般防空飞弹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防空飞弹有射角的限制 他需要有规划 预先规划好 他们防空飞弹啊 要在哪几个阵地展开来 这样子他防空飞弹的这个火网啊 一定要在哪几个地点去展开他的阵地啦 当然还是会愈化啦 可是他跟防空飞弹的做法就差比较多 所以没办法 这个都是蓝营的 这没办法 这又开始扭曲 其实他们营区 并不是他们的发射阵地 所以国防部有出来讲说 敌情严峻啊 获福议题啊 这没有意义啦 在那边炒作他那个营区 他就睡那边啊 所以很多民众也是支持啊 所以也请大家继续支持 所以目前有发表这个意见的 就是云林嘛 联合重工也是蛮有趣的啦 在讲说民进党开始介入 国民党的蓝白河啊 怎样 其实没有人愿意去杀身啊 或怎么样 可是当别人侵犯到我们 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 那联合报的这一则新闻 它是讲PTSD啦 就是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 万一开战的话 相关的人员也会有这些 心理上的阴影啊 这个都是训练的一环 美国的前代理陆军部长说 台湾海假如发生危机 美军部署需要时间 这是正常的 因为这两天举行 2023台北安全对话 这个论坛所以有很多重要的这些学者有发表看法 我们就参考 然后这个 陈永康上将 他算是这些将领里面非常认真的 所以他们发起了2023区域安全的兵推 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台湾备战关键就是民生的准备 包括民生物资啊能源啊这些 训练能量不足 较招脚要扩大军事院校吃不消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后备动员里面有几个后备旅 他是由现有的军事院校他们来负责教招 因为他本身是军事院校 他并不是新训中心 所以国军整个后备动员的制度要调整是 他原来的后备旅啊 原先的设想是说现有的军事院校的学生万一战争爆发 因为他们有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 所以就可以马上编程后备旅就投入作战 可是他们同时平常也要负责教招 这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也常常去支援这个勤务 所以其实这可能要调整一下 就是他们应该是动员他们自己校内就好了 目前的兵推其实当然会越来越多啦 那我们对这个表示欢迎 因为大家都心里有数嘛就知道他大概会怎么样来进行 有谱 国军有修班星的规定就是 其实我们军人的手机都会强制安装MDM 就是中科院开发的一个软体锁 他等到进入各个营区 他就自动会上锁他的摄影功能 还有部分其他的功能 还包括定位啊 有的人啊还会想办法 像有两只手机的 或者是有人偷偷把它移掉啊怎么样 那这个可能现在规定会越来越严格 所以其实当军人很多限制啦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有一个无形的枷锁 那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军人都蛮自律的 这就是从事这个职业他的限制啦 现在有可能会修法 把毁过期不计入议期 因为明年要延长为一年的议期嘛 那毁过就是以前的禁闭啦 然后后来改名字叫毁过 要送毁过他有他的程序啦 就是像我们军官士官士兵他的 惩罚种类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是针对士兵有降级记过罚新 毁过申戒禁逐罚情罚战 那以后这些可能会占到你服役时数的这件事情 他又不记录了 不然以前常常有很多蛮恶质的士兵来服役的时候啊 他就故意被关进去 不过呢 关进去其实也蛮超的 他好像在耗时间啦 所以现在又改规定 有时候我就觉得司法单位也是蛮怪的啦 很多人就喜欢依法论法 结果判出来啊法官判出来像他这样逃兵 然后缓刑就会变相鼓励别人去逃兵啊 因为他缓刑他就是用钱去抵掉啊 罚钱来了事 哎也只能这样 我们是法治国家 中国有买S-400的防空飞弹啊 俄罗斯的特色就是S-400他有很多的弹种 最远的射程他可以达到400公里 那当然中国他常常运用这个方式 逆向工程就是买几套俄罗斯的装备 然后逆向工程发展他自己的红旗系列 这未来我们认识敌人系列再来讨论 以色列的情报组织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一则主要是在讲他们以前曾经成功的测返伊拉克的空军飞行员 把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把它飞到以色列来 他们也曾经就是跟法国买的飞弹快艇 因为那时候法国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 他们就赶快晚上偷偷进入造船厂把它开回来 附带讲一下 我们的海龙海虎这个舰龙计划 船快造好的时候我们的接舰官兵也都随时准备 万一发生状况就要把潜舰直接带走 当时他们有推演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 因为很怕船造好了被人家扣押 所以其实我们对外采购一直非常的艰难 俄罗斯的高空侦察机M55重新飞行 目前不晓得它的用意是怎么样 那它曾经创下几个世界纪录 包括它有21830公尺高的飞行纪录 那之前进行过南极的探测 忠实这位丁先生好像有来我们频道看 然后他讲AT3的A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那天没有讲得很仔细 它的Advance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叫training 就是进阶的训练 所以并不是说它是先进 那其实汉翔他们在取这个代号 我那时候有念错 因为有时候直播到一半的时候也会打结 不过他这个BE就是永英的英文缩写 那T5是因为之前他们在纸上设计阶段 曾经汉翔有T4 所以他直接接在后面 可是这个编码就是很不正规 就是跟大家习惯都不一样 可是因为其他国家曾经有T5了 他又要再避开跟人家重好 所以这真的是很为难 看看 也欢迎其他的媒体引用本频道的资料 记得引述就可以了 经济学人有讲说中国假要侵犯台湾 它的物资准备远超过诺曼地登陆 这是一定的 因为当时德国它面临两面作战 所以它在大西洋这一边 它的防御相对就薄弱 而且英吉利海峡的宽度 跟台湾海峡比起来 当然它才三十几公里而已 台湾海峡这个最少也都有破百啊 那它要准备的这些一定要更多啊 中国他们那边我们所看得到有关攻台的 想定啊 所以它是要在200天之前就会开始准备了 90天它会开始密集的绕台 制造于事的纠纷 75天它就会开始进行空中进破 洗扰制造插枪走火的情况 等到要开战前的三天 它就开始进行精准的洗扰设计 所以它都是有节奏有征兆 所以也请大家放心 所以从中国他们的攻台的想定 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的反制作为也可以根据它的旗程来规划 另外我们在这边就是哀悼 有关伴仇老师 他不幸在前几天的时候离开了我们 那他是一个战略家 所以相关的住宿都非常的多 所以他这几年推了台湾平民三精神 还有中共不等于中国 还有台湾的十二自决 所以这是非常令人遗憾 这就是人生吧 这非常的惋惜 我们少了一个在论述方面 还有在逻辑上面非常有利的一位学者 在政治上其实蓝军 他们目前也面临了很多的问题 那可是我要提这是说 其实在下一场 很多蓝军的人已经在规划 明年一月十四号之后 他们的这些接班梯队 所以蓝白不会合 合了以后就又进来一个人要来空降 来跟他们瓜分资源 所以其实明年已经看得到了 就是台中的卢秀燕 江启臣 还有南部的韩国瑜 蒋万安 他们这一些都是下一次有可能要出来的人 所以不会有人想要有人来分他们的光芒 其实最近蛮有趣的就是这个民调 其实柯P一直说民调不可信 然后他又推全民调 这不是很怪的事情吗 然后大家都在玩民调 对不对 所以像这个 这位女士啦 许女士 劝你自己要知难而退啦 不要跳进来我们这边 在那边缴祸 然后扰乱我们台湾 你到底是谁派出来的 我们也知道啊 对不对 其实陆军一直有一个态度 就是他们对于战车的更新啊 这些反登陆的作为里面 因为一般战车的接战距离才一公里多而已啦 像M1他们要两栋MM的这个主炮的接战距离 了不起对不对 两公里 就是常见的接战距离 可是托式飞弹 它的射程绝对超过 所以陆军对于托式飞弹的倚重啊 绝对超过其他的反装甲的飞弹啦 你看它的射程像这个最新的型号 托式2B 它的RF 这个4500公尺的接战距离啊 绝对都比目前战车啊 或者像标枪啊的接战距离都还要远 所以陆军更重视托式飞弹 那12月可能就有一部分又要在交运 所以这几年射击我们看到都是托式2A 再打比较多 所以这个有空我们再来讲这些相关的这些装备啦 其实郭喜博士这一次到南投去开奖啊 他后来也在补充了 我们海昆舰差一点就做不出来 也是因为有人把这些相关的资料给了外国 那这个某人就是南投的那一位 所以一切都有惊无险才做出了海昆舰 海昆舰当然一定做得出来 可是他的战斗力他的战力啊 其实能不能完全发挥有赖上面的装备 这些装备其实很难取得 所以我们要持续关注这个议题 南投的乡亲们大家要帮忙啊 Flag他这一集有聊到有关这个次戒弹的散布器 这个因为原来啊是德国他们的产品啊 其实我们的万箭弹就是参考这个概念来做出来的 结果最后北约也只有希腊有配备 就是美系的装备里面 美国只有整合了F16 那F16里面就是前面的这一枚 在F16机队里面只有希腊有整合 就是真正的下去买 这个议题后来因为像我们有万箭弹之后 我们也补强了这一部分的打击力量啦 最早是德国 他们德国是装在龙卷峰 这个攻击机上面的 所以各国都有类似的 我们是后来跟进了 这张照片就是乌克兰他们 结装了N1的扫雷车 为什么这个议题被我们关注是因为 这是目前的除雷装备里面啊 就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 就除雷能力啊 而且他又是重武装 更重要的是在之前援助乌克兰的清单里面 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型号 就是N1150这个突击破障载具啊 这个很贵 大家不要以为工兵装备很便宜 其实工兵装备啊 因为它的独特性 你在战场上你叫战车去除雷啊 你就战斗力会打折扣 所以一定会有专属的除雷车 又要顶着炮火前进 所以这个其实不便宜 曾经也有除雷套件的厂商 代理商也有来台湾推销过 可是我们没有买 其实很多蓝银的朋友 或者白银的朋友啦 不管你支持蓝还是白 其实我都蛮推荐李正浩 为什么 因为它是蓝银的背景出来的 我都认为原来的白或者蓝 当它走向中间的时候啊 或者它走向绿 它一定有它一个心路历程 那这些人的可信度 一定会相对于传统的绿银还要高 所以他们既然可以转换他们的跑道 并不是他们是墙头草 而是他有一个价值转换的过程 所以这一类的人 他的论述我反而会去看 所以他就是在拆解那位许女士啊 他到底讲了哪些谎话 对不对 所以他的这些都是统战部门办的活动 而且他一直强调 他要加强他们下一代对中国人的自豪 他一直强调他们要加强他们对中国人的自豪不会改变 所以这就是他一直在中国那边的新闻媒体发布的 而且还有台湾的旺报 所以不要忘记旺报不是小猫 名不见经传的这些小咖就可以登上旺报 至于之他有报道 澳洲海军的这三艘神盾舰 我们一般对于有项列雷达的完整的作战系统 我们都称为广义的神盾舰 澳洲的这三艘进行软体的升级 他就可以升级到基线9 尤其是美系的神盾级作战系统 他的等级 所以他的接战能力有提升 可是他的武器要配备 标3或标6的防空飞弹 这一段目前还在观察 所以我们继续关注 另外这个就是澳洲海军有采购德国 莱茵金属他们发展的 船舰所用的多弹药软杀系统 这就是干扰系统 我们目前拉法业是用欧洲的 美国的像成功级 他们这些当然都是用美国的 所以之前我们介绍多管火箭 有介绍中科院自己产的 他目前当然也有新的 这一类的系统仍然有他的价值 那莱茵金属的这个MES的这个产品 我记得陀江跟塔江就是采用这个系列的产品 然后他有射频 RF系统的 还有红外线 IR系统的 还有雷射 还有电光 紫外线 所以他目前的这个 涵刮的平谱是蛮宽的 另外他还有新的动力增层型 可以把原来的射程延伸到400公尺 所以要达远一点 然后才能涵盖得了 所以他的散步范围是蛮重要的 另外在基地杂谈的这个粉砖 其实他有关注到就是 乌克兰他采购土耳其的TB2这无人机 其实在最近这一年 他出现的频率下降很多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战争他本身的进程 他的时程推进 他的形态已经改变了 所以TB2他目前可能升空就容易被俄罗斯的防空飞弹打下来 所以当然他就要远离战区 远离战区那他就 攜带武装的机会就不高 所以目前他的角色扮演 就是着重在侦察监视 可是因为他对于这种高强度的战场 他的存活性就很低 那升空就几乎就要消耗掉了 所以目前就不太会派他升空去执行任务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 不对称作战里面他有他适用的情况 他不是所有的状况都适用 所以国防部现在坚持说 传统战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非常支持 所以像这个李前中长一直强调 不对称、不对称、不对称 他不是一劳永逸解决所有的东西 他也不是全部都适用 他还是有他的限制 而且限制很大 另外基地杂谈也有提到这个F15的EX 他的交货的状况 其实一直有延误 因为之前F15有的部分的生产线 他在韩国 是因为韩国买了F15K 那当初他们签了那个合约的时候 就在韩国有建立其中一个生产线 而且有部分的零件由韩国提供 所以他的供应链拉的就很长 那目前他又再移回去美国这边 所以他有生产线搬迁的这个旗程 所以导致他的生产的效率就不高 那目前波音正在调整 而且他用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就是全尺寸的确认组装 这个常用在商用客机上面的一种生产方式 其实在军规的东西上面在生产的时候 常常有自己独特的手工制程 导致他的生产效率就不高 他没有办法像商规的这些东西一样来大量生产 所以波音其实一直在尝试 让军规的生产线能够导入商规的生产方式 这我们可以持续在观察 乌尔战争他们今年有关战线的推进 其实非常的有限 所以才会造成欧美各国 对于支援乌克兰这件事情的疑虑越来越高 所以这我们要继续在观察 我们关注一下日本自卫队他们的料理 当然海上自卫队他们的咖喱非常的有名 然后他们在今年11月办了一个料理对抗 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料理东西军 所以呢这个航空自卫队他们的空制炸鸡 轰炸鸡用九招九破来炸这个炸鸡 看起来应该蛮好吃的 那海上自卫队推出传统料理就是海制的咖喱 然后对上了空制的唐阳炸鸡 海上自卫队他们呢每周五提供咖喱饭 那这样子在海上他们的官兵只要吃到咖喱饭就知道星期五到了 所以礼拜五吃咖喱成了海军还有海上自卫队他们的传统 不过这已经他们的历史的传承了 有机会去尝尝看 那空制他们的日式炸鸡块是因为发音的关系 所以唐阳炸鸡跟他们的空制的发音很接近 所以有这个蛮有趣的这些传统 俄罗斯在测试新的潜射的核子弹道飞弹 然后有测试成功 可是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洲际弹道飞弹 所以它的目标就是针对美国 所以核子武器到底它的价值或怎么样 这一直有争议 当然成为核子俱乐部的成员 它的门槛也很高 当然说话的声音就会大 可是也容易有反扑反效果 所以我也一直认为台湾已经不适合在发展核子武器了 这一则新闻其实我每次看到柯P讲这个 每次有天然灾害 政治人物他们会有捐款 当然要自己愿意 那你现在讲说你之前捐 你说你没有贪污 那你的意思是说有捐款的人都是有贪污吗 所以有时候 这麻烦大家左营地区 蓝军派的是这位李小姐 李女士不是小姐 他讲说左营要见鱼叉飞弹 他的营区是他驻扎的地方 鱼叉飞弹的暗置行 他是机动发射车 他连这个素养都没有 所以简直是乱扯一通 所以麻烦大家 那难道他下一个议题是要搬左营军港吗 对不对 这实在太夸张了 左营地区南军的朋友 这专门就是跟我们国军对着干的这些人 千万不要投给他 所以左南地区 我们当然是支持郭喜博士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想到会有越来越多奇怪的人跳进来 这就是地方家族政治势力 最后 我还是支持港湖地区 无心带医医师 他在11月11号就是 假如没有要去高雄看军舰的朋友 假如你是住在台北港湖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参加他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这是他第二次参选的 所以台北是一个伟大的城市 因为他的人民 他的市民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才会不受政党的约束 而有自己投票的行为 而吴医师可以投入 这对于台湾的政治 应该会有正向的发展 好了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